蒜頭買回來的時候 如果你一餐熔獸 或者不是在家裡煮飯的話 蒜頭就很容易壞 有什麼方法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將它們全部買回來的時候 就立刻做蒜蓉 蒜頭買回來 首先我們剛才拆開了 這裡有兩粒 連上衣 做蒜頭的方法其實不難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大家怕手臭就先戴手掃 就像我這樣 第二件事就是把它們分開一粒 像現在這裡一樣 分開了 這裡有兩粒 接著一粒一粒對付它們 要是用刀 放上去拍 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能用膠點上去拍也可以 不過手會比較痛 因為是否用手來拍 如果用刀 就先用硬的放上去 然後就輕輕力拍 一至三下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它已經扁了 基本上就切住了 之後呢 做法就是 頭部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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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 剪刀 不需要剪刀 不需要剪刀 按上去之後 搖一搖 整粒就已經出來了 你的耳朵沒有了 筋這個位置不要 因為我們沒有人吃蒜頭 吃筋 這個位置不要 這樣就要把它一開為二 輕輕的 不用完全 那麼大力感 你看到裡面 有些綠色的筋 這些是不要的 那你切開了一半 就很容易拿開 一扯出來 就整條在這裡了 這樣呢 就做回 肉圓肉 這個筋 拿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做到差不多了 大概呢 我們做到差不多了 就會開始做這個蒜蓉 這個是一些普通的 家裏用的普通的Processor 就是那些攪拌器 這些小小型的 就不需要那麼多 那麼大一個 那如果你沒有 你用大一個就可以 如果你小一個 那麼小一個也可以 小一個就要分幾次做 不要做那麼悶 你看到我呢 裡面不是裝滿了 因為一打的時候 它的魔打的力不夠 如果你裝得很悶 就打不散 那麼 一會兒就 按下去 打散它的蒜蓉 那我做給大家看 有些人問我 為什麼不按緊它呢 但是按緊它的話 它的蒜頭 大粒那些 它不彈 它不下去 所以有時候 要先弄一下它 然後再弄一下 再弄一下 弄一下 再弄一下它 再弄一下 再弄一下 之後它開始變得融化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久一點 弄一下它 再弄一下 然後把它弄一下 再弄一下 你就可以按一下 大約做到一粒粒就已經溶掉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整瓶瓶磨完了 如果平時有用的瓶不溶的話 就保留它 就可以做一瓶的蒜蓉 大概一瓶 你預約到最頂的位置 就不要再有蒜蓉 因為應該要倒油下去 倒什麼油沒有所謂 你可以用橄欖油也可以 用普通植物油也可以 用菜油也可以 偷小的人問 如果倒油下去可以保留多久 我自己就不太知道 我平時用得很快 通常我用兩三個月都可以 放雪櫃 只要倒油下去放雪櫃 基本上都可以儲存很久 其實和你外出買的蒜蓉 都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倒油下去 保存它 如果你說很麻煩 很臭 自己做蒜蓉去外出買的話 也不可以 但自己做便宜一點 用的時間要多些 但自己可以控制 你拿什麼油 拿什麼 我不肯定外出有防腐劑 所以自己做便宜一點 就是這樣 之後要倒油下去 就可以了 倒滿它 完全蓋過蒜蓉位置便可以了 就這樣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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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